职场新商课堂 你如何看待李彦宏被泼水事件 这背后映射出什么样的职场道理 我首先我很佩服李总 这个灵场应变的这个能力 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个人 从台下上来泼了我一瓶水 我可能会很气愤 然后就不想再录节目了那种 如果那个泼你冷水的那个人 能够给你一份八千块钱 数据分析师的工作 你还会愤怒吗 不会 来 把这事说完 怎么看待这事 我就觉得有什么事 或遇到什么问题 你要说出来 大家仔细地沟通交流之后 小白 首先这个问题看的是啥 是说他第一 这个李总的反应能力很强 他是现场处理危机的这个很强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是他的准备工作没有做好 他的安保工作没有做好 这要是用我们英朗文化 其实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吧 所以就是说这个他这个 后面他还有很多森城市的问题 其实大家会发现他是数学特别好 然后你看他分析事情的时候 其实蛮有逻辑性的 就我们要用他的素质 天生的那个东西要可以用到 就是用他的逻辑 那些东西可能我们都不行 我们回到这个学生的基本素质上来 虽然刚才徐磊和周伟说 他选择数据分析师这个岗位 可能不太乐观 一个年年拿奖学金的人 为什么不快 对吧 一个专业第一的人 无论他能不能从事与专业相关的 这都体现出他不错的素质 一个女生有点女汉子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比那些娇柔造作的那些女人比起来 一定是职场能力要强的 不一天倒完把眼睛放在自己的穿着上 喜欢强身健体 这不是优点吗 我们不要因为他做数据分析师 好像不太合适 好像就觉得他今天要绝了路了 但其实他身上有很多女生 是没有的优点 只要你自己能够接受 与数据运营相关 或者与运营相关的工作尝试 我觉得你肯定比很多女生 是能做得好的 这位选手 他年年能拿奖学金 他学的这个专业 在他这个学校里面 他是top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第二轮选择去火轮 还有一盏灯 直接进入探浅不上感情 还是一样 我刚才说你是蛮有逻辑的一个人 那我们给你一个靠逻辑的岗位 孵化流程信息化专员 薪资多少 五千 地点 北京 一帆啊 这个老先生要帮帮你啊 陈总 我是劝儿的话只看纯亮 对吧 那投资人的话呢 应该至少应该看未来的可能性 所以的话你看看 我老乡本来写的都是六千块钱 然后就是由于在我们在台上 其实没有很好地去展现出 他的魅力来 所以呢 他的薪水降低了五千 咱是做一个投资的 能不能大方一点 我觉得库尔特 你有的时候老是帮自己的老乡 结果是帮到吗 不 你要看清形势 就他一盏灯了 而且你这个问 罗介啊 他自己的公司是干嘛的 做了一个网站吧 他做了一个什么网站 也是跟那个人力资源这一块相关的 所以他的公司是干什么的 人力资源 所以你想去干人力资源吗 没有别的岗位吗 只要他给什么岗位都行 你不是要做数据分析师吗 你说选择他的理由嘛 没关系 我都能接受 我心理防线早被摧垮了 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企业 都会有数据分析方面的需求 就是说专业的那种数据分析 好 没关系 不不不不 姑娘千万别听涂老师的 万一这姑娘真的说谢谢再见怎么办 就是害了这 都让她自己选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姑娘选库尔特是对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她不能选不衡 因为其实在很多投资公司 相对大一点的公司 需要的人才一定是人才 一定不是说从菜脑开始培养的 所以我觉得不衡 在招聘这个岗位的时候 她其实在一个错误的误导 但是我觉得她去库尔特的公司 对她刚刚大学毕业来讲的话 她是非常好的通道 我今天晚上我觉得库尔特很不靠谱 相反的话我觉得不肯很靠谱 所以姑娘你千万不能 因为她是你老乡 你就相信她 来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说 我看一个人 我看的不仅仅是她的纯量 而是她的潜力 其实在猎头这个行业的话 她的整个流程 其实现在更加地需要逻辑性 另外其实我们是自己 在开发一套猎头的远件 因为未来在整个的猎头这个行业 我们真的是需要用数据去说话 因为这个的话 我们这个行业很落后 所以在这个程度上面的话 我觉得她这样的逻辑 她真的是能帮到我 其实我是很理性地 在思考库尔特老师 给我提供这个机会的 我对库尔特老师的 她本人和她公司 也是有一定地了解的 我们这个舞台 给选手展现多样的人 多样的事 多样的职业 多样的现实 选择权还是带大家自己 谁也别说谁害了谁 谁也别说谁给了谁一口饭碗 选择都是双向的 我们这里的规则就是 在舞台上 它是不能带走人的 但舞台下 你谢谢再见 你是可以跟他去的 那是你的选择 考虑十秒钟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升幅加速器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很坚定啊 我给第一个建议 要找他 先了解心情 再找他 好不好 再见